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见面了 现在很多朋友咨询自己种的草莓或者是番茄 出现缺素症以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 比如说我们种植的乌土栽培的草莓 那么到现在已经两个月多的时间 那么平常我们配置的围绕里面 就是各种围绕元素已经配全了 但是呢,这个椰片缺美的症状 有一点可能显出来了 那么咱们好多朋友认为 我应该赶快去补这个美元素 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首先要分析这个原因 它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去美的一个元素 假如说我还去一味的去补充微量元素 实际上这个情况是不能改观的 它解决不了 所以说呢,我刚才呢 就是测了一下咱们这个机制的撇去值 那么草莓需要的撇去值呢 是需要在这个5.5到6.5之间的 所以说它需要一个弱酸性的一个环境 但是呢,我现在测出来这个PH值已经达到7了 已经中性的一个环境 虽然本身它已经不适合草莓生长的一个环境 那么它就会移致微量元素的一个吸收 第二个呢,是现在这个温度比较低了 所以对根系来讲 吸收这个无机岩 它的能力也会下降 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 通过椰片去给它补充这个微量元素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要低一部分的这个柠檬酸 去给它往下去调这个酸 或者说去滴这个清水 因为这个两个月没有经过一个洗烟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说往下去给它压这个盐 这样子去给它补充 就非常的直观 或者说更快了 谢谢大家